要特别跟大家强调 Joe Biden的从政路 就是因为这个家伙 真的是苦熬了47年 才终于好不容易 让他等到了西乡办公室的钥匙 我们都知道他是前副总统 但是呢 他从民主党党内初选的时候 不是很被看好 到现在成为了一国之君 拜登他的白宫大位 就像刚刚说的苦熬了47年 才终于轮到他入主白宫 拜登这47年来的从政路 他其实从很年轻的时候 就开始选了 他的1972年的时候 就当选了美国的参议员 他当年不过29岁就选上了 那30岁的时候正式就举 他曾经成为史上最年轻的参议员 那照理来说 这名年轻气身的参议员当选 这么年轻 他应该要持续一帆风顺才对啊 但是呢 在当选之后 他就传出他的太太跟女儿 在一场车祸当中丧生 那当时呢 他的大儿子Bob Biden严重受伤 因为他还有他的二儿子 Hunter Biden也受伤 因此当时呢 拜登要宣誓救急的时候呢 还是在儿子的病床旁边宣誓的 这样子的悲情人物 那怎么我们上面的标题会下 乔炸弹呢 原因就跟他的发言大有关系 过去呢 他曾经闹过国际笑话 在1988年的时候呢 他当时第一度要参选总统 第一度平排工 他曾经在一次的集会上面呢 说他的先人 曾经在宾州的煤矿单位工作 但是后来有人发现说 他的家族里面根本从来没有人当过矿工 那为什么会把这一段写进去呢 原因是因为他借用了英国前工党领袖 也就是金诺克的演讲稿 换句话说就有抄袭的嫌疑 因此呢自此而后 他就被人家戏称是乔炸弹 那这一次的风波闹出来之后 他后来也退选了 一直到下一次他参选总统 那已经是20年后的事情了 也就是你图卡上看到的2008年 他再度参选 但是这一回呢 是因为政治人脉不足的关系 所以没有办法将他推向总统大位 因此呢 他在当年也是再度退选 但退选之后 他反而加入了欧巴马的团队 当然最后呢 也就像刚刚说的 他成为了美国的副总统 不过他在2015年的时候呢 就算有欧巴马的提席当了副总统 但是他还是在家里面出了大事 也就是他的大儿子 刚刚提到的波瓦特 他因为脑癌世事 让他呢 从政的路上再度受到了打击 但或许就是因为大儿子的世事 让他知道他自己必须要登上顶峰 拜登昨天在达拉瓦州的告别演说的时候呢 就曾经说 今天当总统 今天要来出示这个就职典礼的 应该要是他的大儿子 那2020年也就是去年 纵然他被川普指控说 他选举舞弊 而且过程当中 一度他在民主党的初选不被看好 有人怀疑 包含像他的健康状况 另外还有他失言评传 是不是真的能够当一国之君 还有对女性歧视的态度 轻挑的态度等等 另外就是健康以及心智都被怀疑 他是不是真的有能力替民主党参选 而且能够成为美国的一国之君 但是如今呢 他不用在病榻旁边来宣誓 他今天就要在国会山庄来宣誓 这也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Joe Biden 他这一路以来的状况 那我们同一时间呢 也有一个状况 就是目前Joe Biden 他在国会山庄的最新画面 他已经跟刚刚的这个议员呢 有了一些交接 那接下来呢 根据我们的研判呢 他的这个时辰上面 接下来应该会是唱国歌 我们也会持续带您来插播 那相较于不离蛮山的Biden 副总统贺锦丽 他在政坛呢 倒是顺利的多 有人呢甚至认为贺锦丽呢 随时都做好准备要来接棒Joe Biden 但是怎么说顺遂呢 这可得他从他的老情人开始说起 他的老情人呢 也就是前加州州议会的议长 他的名字叫做Willie Brown 那这个Willie Brown呢 在1994年的时候 其实曾经是加州的二党家 也就是说很多事情他说了算 但却传出跟贺锦丽有婚外情 那不仅如此呢 这个Willie Brown呢 还在没有公共共事 乃至于选举的情况下 直接任命贺锦丽 成为失业保险委员会 以及医疗援助委员会 这两个机构的挂名 让他每个月呢 可以有数十万的报酬 那不仅如此 他还带着贺锦丽出席了 各种政商名流的好好晚宴 让贺锦丽厚实了个人的人脉 在2010年呢 贺锦丽在Willie Brown的支持之下 也赢得了加州司法部长的选戒 她的政治生涯就是不断地往上窜 当时呢 美国媒体还一度猜测 Willie Brown会跟原配离婚 将小三扶证 当然最后不如外界所想 但虽然没有扶证 贺锦丽后来也成了欧巴马的死忠居持者 因此为什么贺锦丽 如今可以站上美国副总统大位 现在就有一度传出 是欧巴马曾经称赞过她 欧巴马一路提膝上来的 因此呢 这一回成为拜登的副手 也有人说是欧巴马居中协调 那现在呢 我们要赶快再带您到国会山庄 因为Lady Gaga已经出来了 那根据呢 我们手边所收到的消息 Lady Gaga将会在稍后要来唱国歌 你可以看到呢 她今天的装扮是一个黑色的上衣 另外还有红色的蓬蓬裙 那她现在呢 目前也是在现场人员的搀扶之下 因为看起来她的裙子不大好走路 来到了现场 那她今天呢 左边的前胸口呢 是还有一个金色的徽章在上头 那今天晚上呢 她出席国会山庄的总统就职典礼 现在目前预估 她将是要来现场美国国歌 那你可以看到呢 今天Lady Gaga的神情是相当的不错 而另外今天在美国的天气 看起来也是相当的不错 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呢 她现在现场也是全场戴上口罩 好 接下来她将会演唱美国国歌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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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rp The rocket's red glare The bombs bursting in air Gave proof through the night That our flag was still there The day does that star-spangled For the banner yet wave On the land of the free And on the home of the brave Thank you 好了 目前你現在沒聽到 就是國會山莊 Lady Gaga剛剛演唱完了 美國的國歌 那今天除了Lady Gaga之外 真妮佛羅佩斯另外還有 湯姆漢克 也是會在今天出席 國會山莊的救急典禮 那我們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 好